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韩国瑜在当时讲的这么一段话是很有感的 我们先直接来看现场 亲爱的国人朋友们 我们自己扪心自问 我们有多久没有爱自己的国家 希望从中华民国113年国庆三大活动开始 我们每一个国人同胞 好好发自内心的来爱护我们这一面国企 爱护我们自己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可以再大声一点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很多人说那一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那连三声 让他自己觉得在现场都热血沸腾了起来 其实昨天除了说是晚会大家希望一起来祝贺中华民国生日之外 也有很多人是为了他而来 这个是我们的二姐江贵 只是在唱国歌跟江贵唱歌的时候 他就讲了 好像台下看不到一个人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画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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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后面大家几乎是全场大合唱 但是却迟迟看不到他的身影 他是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赖清德昨天有在现场的 但是他们后来讲的讲法是说 好像是为安考量所以没来 但是黄阳明波机就讲说 不是嘛 以前也有总统坐在台下 而且你看看当年 就去年不久之前 在台南 那个时候小英就在台下 冒雨穿着雨衣待了90分钟 还是个户外场呢 那现在呢在大巨蛋里面 每一个都坐了安检进去 你不来是对韩国语感冒 所以才会国庆快闪吗 那也有人是这样讲的 他们自己民进党林楚音说 不是 是因为你把华国美学置入国庆 所以是这个原因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不来唱歌 好 现在呢 刘采薇他是认为 有可能是因为不是江会 是他不想唱国歌啦 因为唱国歌的时候 躲在休息室里面 他觉得说国庆日耶 你这样不是鄙视国家 鄙视双十国庆 就是鄙视在现场大巨蛋的民众 但是他们的讲法就是 是因为危安考量 兼顾避免扰民 所以并没有全程出席 但说实话 你来的那几分钟 跟你来了 做了90分钟 在场的人都是提早到现场 做了安检了 到底差在哪里呢 好 不管怎么说 总统到场了 总统说话了 但这话说完之后 语音刚落 现场的这个掌声 有人在这感受是觉得说 好像没有那么样的 欢腾热烈 到底讲了什么 看看他的说法 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 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反倒是中华民国 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 大家说对不对 如果有人要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 特别祝贺值要精准 切勿用祖国两制 大家说对不对 好 现场呢 还是有人鼓掌欢呼 因为他们就是觉得 这个赖金德讲这句 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 他们说这个叫做金句 好 我最近就看到了 吴思耀他出来讲说 这个叫做论述的最高境界 为大家上了一课 王定宇直接讲说 这个叫金句连发 给被骨采最好的一个说法 因为里面是 强大的逻辑跟基础的事实 让所有人无法反驳 林俊宪则说 看得出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说法 到底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党政人士他们的解读 是破除了国共的旧史观 也就是呢 到底这个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内战没打完 等等 这是一部分的这些人 的全摄史观 那这位党政人士认为 这个叫旧史观 现在定谋的是台海 叫做全球战争 也再次重申两边 就是互不隶属 那李彦秀的讲法呢 则是说 如果啦 总统的说法为真 逻辑为对的话 那你也要想一想 超过80几岁以上的长者 他的祖国是日本吗 经历过日本统治时代的 这些长者 他的祖国就叫做日本吗 这样的逻辑真的 应该要说对吗 王宏威则说了 说现场其实他的感受是 好像只有赖清德 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那现场的观众的认同度 很有可能比赖清德 还要高个许多 我们想请教一下兵哥 因为到后面已经有点逻辑题了 前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呢 大家在现场的那个感受 欢腾鼓舞 是蛮热情 蛮热血的 其实蛮感慨 为什么韩国瑜昨天会说 就是要从今年国庆开始 热爱中华民国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过去八年 没有人爱中华民国 过去八年 表面上他们每年 还是一样庆祝国庆 可是实际上 他们庆祝的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庆 他们是用中华民国的 外衣包装了一个台湾国 是这样子 所以韩国瑜才会这样讲 希望大家真心爱的是中华民国 而不是那个见鬼的台湾国 我必须讲很好笑的就是 赖清德说 他没有全程参与 没有参加国歌唱国歌 是因为怕扰民 所以你再告诉我 蔡英文过去很扰民就是 是这个意思吗 不然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而且如果你真的害怕扰民 那你昨天应该全程 根本不要出现 因为只要你可能要去的地方 基本上维安都是最高等级 那就一定会扰民 这不是就是这样吗 所以你去 你都已经说要去了 你都已经会出现了 所以就已经扰民了 所以你出现几分钟都一样 所以实际上就是 你不想在那边待久 因为那是庆祝一个 你不喜欢的中华民国的生日 所以你不爽吗 我很清楚了 要逼你去庆祝中华民国生日 我知道很强人所难 因为你喜欢的根本 从来不是中华民国 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你也不用勉强 我建议你下次就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专长是点阻 你来是不吉利的 我讲实在话 你最好不要来 这个国庆晚会 你最好不要参加 最好10月10号 你也不要参加 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中华民国 你就不要来 这样大家都比较快乐一点 那我觉得他 他就在这种场合 硬是要去讲一个 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岁以上的人的祖国 是中华民国 然后这些人在那边拍马屁 说什么 什么逻辑强大 无可反驳 怎么会无可反驳 赖兴德从头到尾在偷换概念 偷换什么概念 我们的祖国是什么 我们的祖国是中国 好吗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这简单到底你搞不懂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分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 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们爱的是中国 你为什么要偷换这种概念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不喜欢中国 也不喜欢中华民国 也不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你们又没走 你们就这一群俗辣 又不敢去成立你的台湾国 人做人要这么痛苦吗 老实讲 林楚音讲的话 就已经十足的告诉大家 他们的观念 他说韩国瑜把华国美学 带入国庆 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国庆 不是华国美学 不然应该是什么美学 你告诉我 难道中华民国国庆 要用你的台国美学吗 请问一下台国美学的时候 台国在哪里 哪里有这个国家 所以这些满脑袋 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说法 都已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了 整个民进党就是不爱中华民国 他们根本不要中华民国 只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孬种 他们不敢成立自己喜欢的国家而已 我拜托民党不要这么孬种好不好 你们就去成立自己喜欢的台湾国 去成立看看 看会发生什么事 不要每天都当孬走 然后又要去吃中华民国的豆腐 这样看来让人家一肚子活 我们想要请教强哥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昨天当他讲的那一句 就是祖国论的话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人是 说实话是有一些惊讶的 因为过往来说 总统在这样的场合 他可能会讲的是一个 有更高一点点的位置 来看这些事情 而不会这么直接的 直接了当的 去这么直白的陈述 那您怎么样来看 昨天这一番谈话 其实所谓赖清德谈话 如果把他跟韩国瑜并在一起 你就可以看到两个人高下立判 然后一个是非常的真诚 其实韩国瑜 从头到尾他的支持 非常的真诚 另外一个就是虚伪到不行 待会为什么虚伪跟大家讲 一个就是爱中华民国 发自真心的爱中华民国 另外一个就是想尽办法 要去踩你中华民国一脚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对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我们的祖国 我告诉你这叫废话 那边当场两万人 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我们的祖国 没有啊 只有你这种新忠号 没有把中华民国放进去的人 你才会讲这个废话 那讲这个废话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想要在上面去做文章 你要表现出今天你好像是反 这个什么抗中保台的那个大将军一样 可是问题来了 赖清德就是虚伪嘛 为什么呢 你今天如果真的照他的逻辑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祖国 中华民国才是 那你为什么今天你在中华民国的国庆晚会 你要迟到 有人说躲在里面十分钟 躲着就是不肯唱中华民国的国歌 那你这不是虚伪 什么是虚伪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就觉得是有两种悲哀 昨天我看到是两个深层的悲哀 第一个很抱歉 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领着中华民国总统的薪水 然后为了不唱中华民国的国歌 刻意在中华民国的国庆晚会迟到 这是中华民国的悲哀 你跟中国同路人什么差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一直在打压中华民国 可是那是有国共过去的所谓内战的一个历史糾葛 你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也在打压中华民国 也在踩中华民国 那这是中华民国的悲哀 最大的悲哀就有这样的总统 第二个我发现我也觉得是民进党的悲哀 像刚刚兵科讲的 因为我们本事不要来 我们也没有一定要强迫你 我知道你讨厌中华民国 那你就不要勉强自己 你不要勉强自己第一个表现 你就不要来 你觉得这个场子不是你的 你不要来 很悲哀又不能不来 来就要开始去跟你搞一个东西 好像今天就来踩场子 去羞辱谁 好像要凸显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 你有本事更高端的 也是刚刚兵科讲的 你宣布台湾独立 我说真的 我一直都主张民进党 赶快宣布台湾独立 你都已经执政那么久了 迈入第三任了 第九年了 你今天台独务实工作者 能不能务实一下 实现台独 你也不敢 所以变得就是说 今天这么似不像的一个发言 然后民进党整个自嗨 你到底在自嗨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在自嗨什么 你有本事叫一下赖清德不要来 所以我回头讲 你去看看韩国瑜今天在那个地方 他就非常自然非常真心 他就是非常真诚 他不需要去演 他也没有一丝的虚伪 可是不像民进党整个到现在为止 我昨天在底下 我在亲眼看到赖清德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心里是觉得是蛮悲哀的 就是说你在这个场合 然后国家生日的庆典 那你今天还要用这种 耍这种小自以为的小聪明 其实鱼不可及的论述 然后出来要糊弄大家 这么勇敢 这么大方 这么大胆 对不对 那就还是那句话 宣布台独最快 但我其实对于这个总统府 他们说是因为 为安考量的问题 所以没有办法让总统的 全程出席 但我不明白 是因为其实从于下午 我们在这个现场 连线记者也都知道 四点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下了 都在排队 晚会不是四点开始 晚会是六点多才开始 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早去 因为安检啊 不管你到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还是你做了九十分钟 要因为你来 所以那些人就是要提早到 那为什么你现在会说 是因为扰民 或者是因为 违安的考量 所以才没有全程出席 这个逻辑很奇怪 请教晚会姐 我觉得在活动之前 其实大家就非常清楚知道 那天的这个违安室 进场的时候 要做很多的一个检查的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就昨天所传出来的 所有画面 大概四点到六点的时候 就看到我们的民众 非常依序的 在做相关的一个排队 所以总统府的 这样的一个发言 根本就是乱讲一通 根本不是用老民 来看这件事情 我先讲 这件事情 从这一次双十节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庆典筹办 是由这个 我们的韩国瑜院长来主办 那从这个记者会开始 我看韩国瑜院长 他就有一个调子 是非常的清楚的 他希望大家这几天 在十月十号之前 都可以把爱中华民国 这样的心 把它表现出来 那怎么表现呢 他不断的告诉大家 其实他的动作 口令非常的清楚 就是把国旗拿出来 挂来在自己家的一个门口 我想这个是这么多年来 其实讲白 就是这八年来 我第一次觉得 国庆日跟民众 有连上关系 过去的这个国庆日 大航只看到这个 总统府前面的一些 这个我们的这个三军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演出 我觉得已经很久 没有一个感受 让昨天晚上那种 整体这么感动的感觉 可以去做 那么多的一个扩散 昨天其实我想不只 在场的两万的民众 非常的感动 除了这个现场之外 我想大家在线上 在电视 其实都看到 现场那个感动 感动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是韩国瑜 所带领的这次的这个筹办会 其实是把整个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种国庆日的感觉找回来 这样子 那我觉得包含 包含安排这个江慧 这我们的国民歌手 出来唱歌 他的所有的歌曲的安排 其实都很有感的 我就讲江慧讲的话非常少 在中间 中间段讲出来的话 我都觉得 比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讲的话有高度 他讲那个打你烂丢丢那一段的时候 是拥抱我们台湾的土地 我会在讲 我们的赖清德总统 他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前面两位来宾 讲得非常的清楚 今天如果你都已经来到现场 然后还要在那边休息 休息完之后再等到一个时段 全部的人都要欢迎你 要起立 拍手 然后你再走出来 然后再上台讲话 然后讲完话下来 然后大家要拍手 然后那边离开 然后主持人来说说 我们要赶快来跟这个 如果也可以 可以跟总统握个手 我觉得根本 这个才叫做扰民 你知道你那一段可以不要 就刚刚志祥讲 你可以不要来 如果你真心想要跟 中华民国的民众 站在一起的话 你根本就不用来这一出 再来讲他讲的一个祖国论 我觉得啦 简单讲 我感觉他很怕 没有跟他讨论 所以他昨天那个 当然像林俊宪讲的 我认同 我第一次认同林俊宪 精心设计 这个话是 事先都已经精心设计过 他知道从昨天晚上 你们在当下 听了之后就很想要讲什么 然后讨论 然后今天大家再讨论 我觉得根本就是 不需要讲这种 莫名其妙的话 当然我觉得 他也在回栓一下 就是最近有一些 讲这个祖国 中国的这个一些艺人 我觉得他也是 稍微把他们栓一下 但是我自己认为 他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天 大家不断的反复讨论 赖清德跟祖国 这样的一个言论 好 我们先进广告 等等回来 还有更多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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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